女人脸不开裂 嘴巴还不断流出大哈拉子 但她可不是在吐口水 她是被一种 名叫火星之水的物种感染了 这种怪物生活在火星地底 它们无法被消灭 也难以被攻克 但凡含有水分的生物 只要被沾上一滴 就会变成火星之水的宿主 成为它们的傀儡 在未来的2059年 第一批科学家已经来到火星研究生活 这天 两名科学家来到生物舱 检查培育出的瓜果蔬菜 大胖看着眼前刚刚长好的胡萝卜 十分欣喜 拿水随手冲了冲 就一把放入了嘴中 可下一秒 她就跪倒在地 等到一旁的黑妹发现时 她已经变了一个样 与此同时 一个蓝色的电话亭 出现在了火星上 博士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一望无垠的红色土壤 博士看上去非常兴奋 他爬上山坡 看着人类建造的火星基地 忍不住感叹 实在是太美了 而就在这时 一支激光枪顶住了他的后腰 博士慢慢地转过身来 原来是一个 正在周围巡逻的机器人 他警告博士不要乱动 随后 博士就被抓进了火星基地 基地队员查看博士的宇航服 队长举枪质问博士从何而来 虽然队长暂时收起了激光枪 但还是派机器人盯着博士 这时博士才发现 原来抓住他的机器人 背后是人工控制的 与此同时 众人还在怀疑博士的身份 在双方的交流中 博士这才知道 这群科学家是第一批火星移民者 此时一个历史讯息 出现在博士的脑海里 2059年11月21号 火星基地发生核爆 无人生还 他连忙询问今天的日期 队长告诉他今天是 2059年11月21号 就算是作为时间领主的他 也不能随心所欲改变历史 向众人表示抱歉 并打算立即离开这里 可突然 生物舱传来了警报 队长打开对讲机 里面传来的却是怪物的嘶吼声 接着就再也没有回忆 博士一出现 基地里就发生了怪事 队长当然不会放他离开 于是拉着他 一同前去查看情况 同行的还有一名医生 在路上 他们发现了倒在地上的黑妹 把他送回医疗舱后 剩下的几个人继续向生物舱赶去 可正走着 医生掉队了 他发现大胖就站一旁 浑身上下不断冒着水 医生慢慢地靠近大胖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大胖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男人眼睛泛白 皮肤开裂 嘴巴还不断流着大哈拉子 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 火星之水的傀儡 队长和博士见此情形 立马转身就跑 看着博士和队长躲进了密封舱 他们抬起左手 喷射出了一条高压水柱 对舱门发起了攻击 此时对讲机里 传来队员的呼救声 原来就在刚刚 关在医疗舱隔离的黑妹 也发生了变化 只见他身体不断抽搐 然后抬起了头 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等到队员回头 黑妹已经换了另一副面孔 在隔离舱里不停地喷水 队员吓坏了 立刻汇报情况 听到这 队长命令他们 停止一切水源供应 一滴水都不能碰 看着被感染的人类 博士说人体含有60%的水分 对火星之水来说是完美宿主 正说着 火星之水已经攻克了进来 破坏了他们的电子设备 来不及多想 两人从密封舱后门离开 随后博士用音速起子 改造了机器人 坐上去后一路飞驰 回到了中心舱 博士隔着玻璃 近距离观察着 已经变异的黑妹 他浑身上下不断冒着水 博士猜测是火星水源里的病毒 感染这些队员 基地里的水都是从火星的冰原下 经过过滤提取出来的 现在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让这些东西渗透了进来 这时 一个队员把队长喊到一旁 基地里感染了未知的病毒 咱们必须要提前做好打算 听到队员的话 队长启动了一号撤退行动 准备返回地球 可博士却阻止了他 他提醒队长 从黑妹的情况来看 火星之水有一定的潜伏期 假如剩下的队员中有人感染 但又尚未变异 如果这样盲目返回地球 后果将不堪设想 博士的话让队长有了一丝犹豫 但是他不能看着队员 留在这里等死 于是转身向水库跑去 见到队长如此 博士不忍心 还是跟了上去 经过检查 队长发现过滤器是昨天出的故障 而大家的饮用水 是七天才循环一次 也就是说大家还没有喝到过 沾染病毒的水 大家此时都还是安全的 队长立刻下令开始撤退 回到中心舱 队长把太空服交还给博士 队员也开始准备撤退物资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头顶上方 传来了一阵阵意响 火星之水有多可怕 只要沾染上一滴 就会让人全身抽搐 嘴巴四肢不断喷水 从而变为火星之水的傀儡 之前枉飞大热韩剧 寂静之海的剧情设定就是来源于此 他们口中喷出高压水柱 企图从屋顶侵入中心舱 而面对这些怪物 博士第一次选择了袖手旁观 因为他没办法干预 注定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人类历史上 这些火星移民者 必须在今天死掉 博士唯一能做的 只有转身离开 可这时 舱门却无法打开 原来是队长锁死了舱门系统 他询问博士 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无奈之下 博士告诉了队长 火星基地的所有人 注定会在今天死掉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 正是因为队长的牺牲 他的外孙女被激励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 驾驶飞船深入银河系的人 也带领人类 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 开启了人类航天的新篇章 所以就算是作为时间领主的博士 也没有全力改变这些 听到博士的话 队长的下定了决心 随后打开了舱门 他带着队员们向发射场赶去 可火星之水已经慢慢渗透了进来 有个队友紧一步之差 就被水流挡住了去了 没多久 他也发生了变异 其余队员没有办法 只能弃他而去 而就在此时 另一的队员 因为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一滴水就这样落在了脸上 他也失去了逃生的资格 队员们相继受到感染 绝望瞬间弥漫了整个基地 更绝望的是 黑妹闯进了逃生飞船 一名队员为了避免 火星之水由此入侵地球 在最后要变异的时刻 启动了自毁模式 可由此一来 剩下的队员们 也没有了生还的希望 就在这时 博士者返回来 这一次 他终于想通了 自己是最后的时间领主 他要扭转时空 篡改历史 这些开辟宇宙的先驱 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回到舱内 他有条不紊的指挥者 很快就掌控了局面 然而此时 傀儡们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他们将冰层踢开 让火星之水淹没基地 眼看基地即将被吞噬 队长打开了电脑 启动了基地自毁装置 但博士还是没有放弃 他操控着机器人 拍像停在基地外的电话亭 倒计是清零 火星鬼水与整个火星基地 就这样化为了宇宙尘埃 然而还没等几个人反应过来 队长一行 已经回到了自家门口 原来是电话亭 在最后一刻赶到救了他们 博士的能力已是 常人无法理解的高度 另外两名队员 感觉十分恐惧 他们被吓跑了 队长则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博士 他知道 自己没有死去的话 将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默默走进了家里 第二天 网上发出新闻 队长最终还是死于 2059年11月21号 为了不改变历史 他选择了自杀 一切都并未改变 就算是身为时间领主的博士 也无法随意改变他人的命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是来自 神秘博士中的火星之水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